Hello大家好,今天课堂作品分享 在场所有的伙伴亲眼目睹一刀不修饰 不一样的宝宝技术运用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维 首先15度划分线斜向前 组分区,马蹄形分区 注意头位 我们另侧让下刀空间变大 下压15度,切记 我们另外一侧也同样的技术 划分线15度 A技术定底线 锁定目标长度 决定美感 另外一侧用同样的划分线 划分线保持于地面15度左右 两边对称 注意同样用A技术 保证横向足够的发片宽度 达到目的横向外部的质感不被虚 用A技术进行打底 所以两片足矣 继续进行修剪时 划分线改变斜向前 多点放色 剪B技术 底线进行连接 45度B技术 由A转变到B 注意切口连接 左右的椅位 靠片 我们底座水平更容易减A 减方结构 我们斜弦更容易减B 更容易达到包裹性 我们以此类推 减至转角线以外 靠至转角线以内 技术同样保持规整性的运行 B技术 逐渐下压 以底区的A技术进行连接 这样剪的目的更容易不容易减缺 达到更好的连接性 先A再B 所以这种方法在现场也非常实用 建议大家操作 另外一侧 注意我们的首位 碾边的问题 通常右侧容易减低和放长 10个有9个这样的问题 我们这样先剪A 通过切口连接 更容易控制角度和底线A技术的切口连接 这样相对我们更容易控制脸边的问题 一边重一边长 一边短一边轻 前侧我们继续剪方形结构 第一片 组分区 中轴线 我们头位保持于地面水平 切口于地面平行 发片于地面垂直 这个长度的目标 控制在剪低重心 因为Model脸型偏长 所以第一片的长度非常重要 我们第二片继续的带着第一片 剪垂直切口 也就是我们水平 注意我们的发片 我们的头位 另外一侧 直至剪到我们整个侧区 转角线以下 在前侧三个面 等于剪了一个方形结构 我们目测水平 直至往下剪 一直带到我们转角线以内 剪方形的结构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 通常比剪堆积 剪一个波波会更加动感 通常大家都会用B技术剪堆积 但是今天是通过C加长度剪堆积 即使不进行烫发 也更能获得比B技术 获得的动感度更高 如果需要烫 更能满足 比B技术来的量感空间 安排烫发更合理 我们另外一侧 也是竹片的水平 注意发片的厚度 点位棒片 横向发片不要分了 过后直至 剪到另一侧 同样的方法 注意脏力 然后我们再到后区 这个是关键 整个后区静态区是水平 量感区是斜线减壁 动感区是水平减方 大家注意底下是45度 接下来这一片是提升15度 就是60度 剪内部堆积 大家注意这是横向 剪内部堆积 所以非常难控制 第二片我们加到15度 就是75度 逐渐再进行提升 上长下短 比转角线低15度 我们到转角线黄金点的位置 注意我们必须要提升到90度 逐渐再往上提升15度 我们这样剪完之后 是剪一个方形的堆积 它头的后部看 可以增宽 而纵向的饱满度放落下来 由外部堆积到内部堆积 不会产生任何硬线 到转角线以上 必须高于转角线 这样横向检查 就是一个圆的切口 我们再目测 把前发与后发 保持到自然垂落 剪A技术 这也是经典发型第一的灵魂 大家切记 再逐渐自然垂落 与后侧目测水平 下压15度 剪方形底线 在顶部的内角 进行向前提升 磨脚 头顶的内角 则要向前提拉 保持后面的堆积 不被破坏 而外角 则要保持自然垂落 但是指味要下压 否则外线要跑圆 我们吹干之后 进行直径直出 保持头发的基底 不被破坏 这款头发呢 通过了四个方形进行组合 演变成不一样的BOB 这样更加动感 满足更多的烫发 和商业演变 希望大家呢 能真正的得到学习 最后进行剪切外线 一个是静态 一个是打理过程 大家一起加油